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图片上传到web控制台里 然后呢 我们去提交反馈意见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上面的意见反馈的内容呢 同时也传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那么我先看一下 我们去提交图片 提交图片呢 直接在这里呢 写一个方法去完成我们的图片上传 图片上传呢 我们有对应的Unique Cloud的API 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云函数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提交呢 肯定是点击下面提交反馈意见的时候啊 我们才去提交我们的图片和我们的文字 一起提交到我们的web控制台里 去新建一个表 但是我们在提交反馈意见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把图片上传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然后拿到一个回调的图片地址 其实回调的图片地址呢 才是我们最终要保存到数据库里的一个值 那么我们首先先把图片上传啊 我们先给它搞定 那上传到哪里呢 在Cloud Functions里面右键 我们去打开服务空间 打开Unique Cloud的web控制台 控制台打开之后 我们进到我们的服务空间里面 看下面有一个云存储 最终呢 我们是要通过客户端把图片上传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直接呢 提交反馈意见这里 我们去给它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叫Click Click呢 叫Suber Meet 我们上传 上传的时候啊 我们去这里定义一下 我们先不用去管我们输入的内容 输入内容其实很好处理的 我们先看图片 图片我们在点击按钮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拿到Image List 我们需要先呢 去把我们图片去写个负循环 Let i 等于 0 按小于 this.imageList.length i++ 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去循环呢 循环是因为上传图片的API呢 我们每次只能上传一张图片 它是不支持多图上传的 所以我们应该先把我们的数族对象呢 我们先循环出来 我们每次去上传一张 那么上传的话 我们这里不能用forEach 我们只能用for循环 因为最终我们上传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使用一个同步的方法 不能去使用ebo ebo的话 我们可能不知道 最终要上传的是哪一张 那我们怎么去上传图片呢 在这里需要使用一个 async upload fills 我们在这里 去给它进行一个上传 那我们上传的时候resort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wet 我们使用一个同步的方法 unicloud der upload fail 这是我们上传文件到云端的API 那么我们把它写出来之后 需要给它传一个fail path 这是我们要上传的一个图片路径 fail path哪里来呢 我们从这里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我们最终的一个返回结果 会返回到我们的resort里面 然后我们去return resort 我们在这里先去看一下 resort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最终我们要在这里呢 实际上去调用一下 那么调用的话 也需要使用一个avet 所以我们这里呢 也需要使用 aSyncr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下 再一次点 uploadfail 然后我们需要把 获取到的URL 传给它 那这样写呢 有点长 所以我们给它提前声明一个吧 我们叫fail path s等于这一串内容 然后把fail啊 我们传到这里面 我们去试一下 上传成不成功 看这里会不会打印 我们的一个上传结果 那在这里呢 选一张 点击 然后打开 那我们点击提交反馈意见的时候呢 这里什么没有处罚 我们看一下 lens我们拼错了 是lens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去试一下 选一张图片 提交反馈意见 然后现在应该是正在上传 可能我们的时间会有点慢 上传成功之后呢 这里就会给我们 显示一个success是true 然后会给我们返回一个fail id fail id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传成功的 一个临时路径 那么我们把它fail id 拿到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放在这里 现在我们的代码 先不去管 我们来到web控制台 在这呢 刷新下页面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张图片啊 图片我们点击详情 这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一张图片 上传成功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去继续进行我们的操作了 那我们已经去通过它上传成功了 那么我们retain呢 也去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正确的 一个线上的图片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是要去给fail pass 我们重新去给它付个值 就是我们的fail id 然后我们去把它放到一个数组里 在上面let 上面一个新的数组 images pass 等于一个空 把它 这样 push push到这个里面 这个数组呢 其实就是最终要上传的内容 这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所以我们在去上传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有你点收loading 显示一个等待框 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双传完成 那么在破循环 我们给它处理完之后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head一下 head loading 那head之后呢 就把我们的日志打印一下 那其实这其实还不算结束呢 最终还有我们一个上传银行数 到我们的web控制台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我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刷新下页面 然后我们去点击图片 然后我们点一张别的 我们两张 上传两张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提交的时候呢 会给我们有一个等待 上传中 上传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消失掉 现在我们一张图片已经上传成功 然后现在我们两张图都已经上传成功了 上面是两个结果 下面呢是我们打印的新数组里面的 两个临时路径 我们给它保存到这里面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控制台里 我们看一下刷新一面 现在应该会有三张图片 那这里有三张图片 说明我们的操作就是正常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数据库里面 去新建一个表 存放我们的反馈意见 在这里呢 新加一个叫feedback 反馈意见 全给它存在这里 表创建完成之后呢 写我们的云函数了 回到我们的close functions里面 我们右键 我们新建云函数 我们叫update feedback 点击创建 我们还按照以前的操作呢 先去给它声明一个DB 数据库的索引 我们叫unicloud .database 获取数据库索引 获取完数据库索引之后呢 获取参数 我们这里要获取一个什么参数呢 一个是U4rd U4rd这里表示的是哪一个用户提交的反馈意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feedback image 默认一个空 它是什么内容呢 它其实就是意见反馈的图片 最后啊 我们有一个content 我默认也给它一个空 这是我们要上传的一个反馈意见 需要传入这么三个参数 传入完成之后呢 直接去更新我们的内容就行 然后等于event 然后上传我们avet db collection 我们这里传什么呢 我们传feedback 我们传一个用户反馈 我们新签的创建的表 那我们怎么去给它添加一条记录呢 新加记录的话 我们使用add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给它传进来一个对象 不需要指定id id我们自动生成就行 那么我们会把这几个内容传进来 首先我们会给它传一个useid 然后呢 是把feedback images传进来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content 也给它传进来 这样的话 其实就完成了我们一个feedback的一个上传 我们的意见反馈的上传 就这么简单 最后呢 我们在retend这里 我们把它的返回信息 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我们是code 我们给它返回一个200 然后呢 message 数据 更新成功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不对它去进行设施了 因为我们的功能很简单嘛 直接在上面右键上传部署 最后直接在客户端里面 我们测一下 看到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export const update feedback 等于一个data 然后是箭头函数 我们retend一个$http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url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 最后啊 我们把data给它传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啊 直接去调用了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在下面呢 我们在下面呢 update feedback this.dollarapi.update feedback 然后呢 去返回我们的一些成功信息 然后我们这里传什么内容呢 我们会给它传一个content 然后我们在这里接收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呢 fadeback image 我们把这两个内容传给它 传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啊 去给它丢用一下 我们在这里 z4点 feedback 那这里呢 我们会接收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是content 那content是哪里来的 没有去声明 所以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this.dollar content 给它定义一下 最终我们要在我们的textError里面 value这里啊 我们把它写到这里 我们用v-mode 我们继续啊 回到下面方法里面 第二个参数呢 feedback images 然后我们把它啊 images path 我们给它传进来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我们把这里的日志啊 我们全都给它去掉 headloading呢 啊 我们也不在这里取消了 我们在成功之后 去给它取消 或者呢啊 我们写个catch 失败的时候啊 我们也给它取消掉 取消我们的loading之后啊 我们要有一个show toast 告诉我们啊 我们的反馈提交成功了 title 反馈啊 提交成功 下面呢啊 我们就叫反馈提交失败 再给它一个icon icon呢啊 我们就不让成功之后 我就不显示 那么失败的时候 给它去显示一个no 然后我们去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有没有问题 啊 回到我们的控制台里啊 刷新一下 点击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 打开 提交反馈意见 等待一会儿 让我们上传 可能网速有一点慢 这里就会给我们显示啊 提交意见成功 成功之后啊 是因为我们上面没有填任何的内容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不会去显示 发信一下 新加了一条记录 数组里面呢 只有一条 然后有一个use id content是个空 那么content啊 我们去加一些内容 我是测试反馈意见 再给它添加两张图片 上传三张 请回下控制台 提交 返回成功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又给我们去插入了一条 插入的content呢 就是我是测试反馈意见 然后我们这里呢 有三张图片 然后我们的use id 这样的话代码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然后还有一个操作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它在 提交成功之后呢 我们让它去返回到我的个人中心 我们使用switchtap 我们直接让它去跳转到index 一面 url 去查什么呢 pages 杠 mine 这样的话 我们提交成功之后 就会自动的跳转到个人中心页面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测试 然后点击提交 我们换一张别的图 我们提交反馈意见 那成功之后呢 就自动跳转到个人中心了 但是我们直接跳到我们的体式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就直接跳回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它加一个定时器 叫timeout 我们给它一个两秒钟的时间 然后再去返回页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个页面 就算已经给它构建完成了 最后我们再去试一下 点击意见反馈 这里呢 我们输入 输入测试 给它去提交一张图片 那请控制台 我们提交反馈意见 然后等待上传 成功之后呢 我们显示反馈提交成功 然后回到我们的个人中心页面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项目的所有内容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去 对各个平台进行一个适配 因为我们当前的项目呢 只是在H5里面 去给大家演示 然后去操作写出来的 那么其他平台呢 我们只设计到一个微信小程序 我们只是简单的操作了一下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详细的 讲它的一些兼容问题 所以我们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进行到 我们全平台的一个适配 看看在其他平台 我们的项目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然后如果有的话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我们先试一个非常明确的 敏作证据